重 重 雞 和黃濟烈都要取臉 你選誰對我老公 我本來會選重 重 重 雞 重 雞有點缺 很賴啦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晚上晚上睡 我是李莎明子 今天我不是來錄節目的 今天我是來跟我們家姑娘聊天的 歡迎來到徐佳儀 大家好 睡什麼睡 是不是就這次拍攝的那樣 你剛才想不到是什麼 睡什麼睡 睡 睡 嗨 就大家別睡了 快起來看著 睡什麼睡 睡 嗨 嗨 我們家藝人一來就暴露了本性 其實今天就很輕鬆 我們的主題就是 閨蜜 秘密大公開 然後準備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小驚喜給你 那你先問一下 你還記得我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嗎 就是第一次來錄舞 我是歌手的時候 那時候說要選經紀人 嗨 嗨 你好 我叫李莎明子 你好 我叫張宇安 我是第一個進這個房間的 我這次來就是專門來找你的 我為什麼喜歡你 是因為我覺得 你寫的歌寫出了我寫不出的心情 你唱的歌 你活的人生 活成了我的理想人生 我是真的 你的四張專輯 從啦啦創作專輯 到極限 到理想人生 到尋人啟事 所有的歌我都聽過 大部分的歌我都會唱 然後其實在錄之前 他們有給我一份那個A4的紙 真的嗎 對 都有你們的 大概的簡介還有照片 你最讓我做下心理準備 就是其實你一開始 是有看到我們的資料 然後名字 對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也 毫無頭緒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很熟悉 那我只是覺得 我一定不要這個名字 反正好漂亮 反正好漂亮 我才不要我知這件事 我看啊 有刀嗎 那個 你知道嗎 來之前我就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怎麼不選我 因為我一心是想選你的 就我本來還想問你 那你有沒有中美展 金捐還是你金捐 沒有想到我的人 沒有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 我真的 我是第一個進這個房間的 我這次來就是專門來找你的 你寫的歌 寫出了我寫不出的心情 你唱的歌 你活的人生 活成了我的理想人生 我是真的專門來找你的 專門來找你的 你那個真的沒有 沒有身後幹嘛 我只是其實你不覺得 我那時候走進的房間 也是一臉忘不完 然後我就看到一根明日子 在我房間這樣子 拿著一包東西 我那時候在 被你那包東西感動 然後有吃的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都有 然後你還會 你還就是寫了一本 你自己平常會創作我要寫的歌詞 然後你還有一首歌裡面 就唱了很多創作歌手的名字 對 把你寫進去啊 對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哇賽 我不選他 我也不知道我 要怎麼那個 面對接下來的那個一切 我希望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給 斯諾山州 我是歌手第四季誕生的首色中冠軍 許佳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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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圓滿 三個月過去了 然後現在 又來上我們家節目 對啊 感覺怎麼樣 現在是 來軍界人的節目 就覺得 其實 細細的去回想 有一點什麼 因為以後 或許還會再遇見 可是就 就不是這麼密切的相處 那我們 那我們就 打個招呼 除非特地約出來 對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就是 目前而止都還是沒有帶我出去吃 對啊 我們就是一直有機會 今天錄完明天 可以約著 那今天你要先闖過我們的節目 而且我今天節目裡頭 也有吃的給你 是 對 慢慢來 第一關 是我們的默契度大考驗 就直接把它寫在上面 對對對 許家瑩最喜歡 串哪位歌手的門 好 我不會看你的啊 第一題就很難 所以你自己要想 許家瑩唱歌 緊張緩解的方式是 我有一種我會比你快打完的感覺 來吧 你打到第幾題了 第四題了 到最後我們差不多 她最後已經夠喜歡你看 自己的這首歌 我哪邊都給你 整個這首歌 我已經打完了 你是留了多少空白 好 好 321 噪噪 我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就不一样 你选的是酒酒 我选的是太好选 最近比较常去吃的 大家量食物的交流 好伤心 第二题 缓解方式式 这题我绝对决定 对我绝对决定是事实好不好 因为许佳寅同学 唱歌之前紧张方式就是 跟大家一起做鬼脸 然后一些鬼脸都特别的可爱 现在讲这些就很紧张 本来没事一听就觉得 你中小脸 会变成女神经 对 如果没有我 你会选择单的金钱 我本来猜到是他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看爸爸去哪的时候 就很喜欢 然后他会让我觉得有一种 大哥哥或者是一家之长的感觉 如果没有徐佳寅 我会选哪一位歌手 当经纪人 你猜的是 金武伦 因为他踢管 我是想到这个 许佳寅来长沙必须吃的是 我忘了自己爸爸妈妈了 其实这个才对 好想你吃 还等我去吃 许佳寅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 终于有一题是一样的了 好感动啊 莉莉安 嗯 因为之前 准备唱这首歌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纠结 对 后来还是选择了跟着心走 除了他好听之外 我也很喜欢他歌曲给人的画 像自己哦 他把原舞曲加进去了 对啊 那下一题 抽到许佳寅第一 他的反应是 怎么了 其实我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第一个会这么紧张 所以抽到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就第一个啊 但是到真的要出场的时候 我才知道 好紧张 还有这个 许佳寅上台进眼前 一定会做的动作式 我写的是深呼吸 你做的 我写的是那个 对 对对对对 这是拉式的这个暖嗓法 开场之前 许佳寅初恋是哪一年 那我留白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忘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真的想不起 你只是你演得有点假 你知道吗 没关系啊 因为是我的艺人 所以经纪的名许佳寅 就不要打了 好 许佳寅最喜欢哪位歌手 送的礼物 哦 我又打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默契度还行吗 有 至少莉莉安这个 对啊 你们 你们不觉得这套题目最难答吗 那我们都答对了 对不对 其实有的你的答案还比我的好 就这样 有的是我一时也没上 对 所以就是我宣布 因为我是主持人 然后又是经纪人 所以我宣布我默契度是满分 就是这样的 对 那刚刚呢 其实只是给你吃一个前菜 因为我们来 因为我是歌手嘛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通过镜头能展现出来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小秘密 有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被挖出来 所以我们善良的导演就准备了一个游戏 叫做 狗狗真心花大冒险 我跟你说这是一只有灵性的狗 它已经在用它的方式在欢迎你了 虽然它长得比地宝凶很多 就这样啊 就是我们来玩三轮 我们去偷它的这个骨头 然后它会用它的方式表示它的愤怒 如果它愤怒了 你就要抽一个问题来打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你先示范给我看看 你先示范给我看看 好 好了你偷 对偷它的骨头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在呢 我在 好 你这是吓自己 偷两个一次都来 为什么是我 真的有点吓人 你导演很诡异的在对着我笑的 他们就不对我看这一趴的台本 你知道吗 他就请他先放进一下 哎 你是有多想听我讲之心话 看到黑粉的评论 第一反应就是 对 就是第一反应就是 还好啊 就是反正有骂 习惯了好不好 就骂我的人很多啊 但是如果看到有人在骂他 如果是我的微博的话 我就会 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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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删掉 对我的微博我做主啊 你在凭什么骂我的艺人呢 不过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一般都是在骂我的 所以没关系 来看看下一个啊 好了啦 好了你可以 来 这东西真的很吓人 我哥 你最喜欢看提词器的是谁 是谁 我吧 为什么 这个我反而没有留意 应该是王四列吧 对 尤其是他要唱中文歌的时候 对啊 我看那个提字器就一脸怪我喽的意思 上面全都是那种鲁马 什么那种拼啊 还是没有难倒你 最后一轮 你要生气一点哦 不要养我啊 不要养这个姐姐 你几个意思啊 好吧 开始啊 你好快 怎么又是我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有一片海岸 有一只讨厌的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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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谁做老公子 啊 啊 啊 我当然会选黄之列了 既然就是这个问题都已经出来了 让你选的话 我反而会选宋宋 啊 为什么 不想要 有想象风景 哦 有想象风景 哦 有想象风景 好 我明白了 这个我们之前有点就觉得是同学 或是家人那种感觉 如果要结婚太奇怪了 好别 狂笑的表情是怎样的 狂笑 狂笑的表情 我们一起了 好 看谁狂的真厉害啊 好 真的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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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你干吗 是刚刚说到那个狂笑的表情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出这个问题吗 因为网上现在流传一个 徐佳寅之 迷之表情包 对 就是你很多非常非常的可爱 或者是惊讶的表情 就没办法截图了 然后再往上流传 你有看过那些东西吗 嗯 我来给你看一下 这我自己有看过 你还记得这种什么情景吗 哇塞 这样摆起来 我觉得这女的赤料多浮夸 根本不是浮夸 这就是你本真的样子 哇塞 请问你看到自己的表情 不知道现在感想如何 觉得习惯吗 习惯啊 就是大家习惯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我已经习惯了 很多啦啦队也习惯了 但是对于下一个表情 你要看看是不是习惯的呢 下一个表情 这是看到什么 应该是看到红色烈的 你知道啊 我知道那个微博上有人在讲 说画师女的 你知道自己当时是画师 是成这个样子吗 不是当时现场气氛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对啊 这独拍我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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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怪就怪谁呢 黄志烈 是你太会撩妹了好不好 你唱的太好了 好吧 太帅了好不好 不能怪我们 对啊 不能怪我们 以上呢就是我们家全世界 我见过最没有偶像包袱的女艺人 因为她就是这样啊 欢脱的女神镜啊 是啦啦 这是给啦啦准备的一个小本子 你看这啦啦 你还记不记得我借你的第一面说的那句话 你敢不敢别怕明天的事情 就只是简单的哼琴歌 你答应我的当时 然后就真的做到了 然后就是 你每一期都会把许佳玲的账片写上去 然后我会抄大家在网上给她的评论 我希望可以陪你写满十三期 现在已经第十期了 然后每一场她都有看到 她有很认真的看每一条你们 你们写给她的东西 那我觉得你好有心哦 我现在突然这样子 主要是我的姿态丑了 这是一个问题 恨不恨 这里是过年的时候 她还这样扣你 也说最信心的是 听着你的歌迎来了新的一年 其实就是不小心多翻了你 然后 像有一些字句真的非常的激励到我 不必为了好成绩而努力 要为了好音乐努力 对 这种就是 如果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些的话 我可能会忘记 但是透过网路上那些朋友 即使我们距离这么远 可是其实 像这样简单的几句话交流和分享 都可以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目的为止现在是 十场了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印象最深哦 第一场好了啦 第一场我真的太紧张 太紧张了 所以就除了唱歌之外 要讲好多话 然后 要在镜头前面 有好多反应 又怕太夸张 太多 然后可是又怕 就是 太害羞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你要投入在这里 反正你自己会想更多 对这个我很想跟大家说 因为许佳寅的世界 真的就是一个只有音乐 单纯到只有音乐的一个 永远18岁的小女孩 然后她的世界里面 就只有纯粹的音乐 其他的东西来 其实对于她来说都会是负担 像大家关注到的什么服装啊 然后什么其他的东西 她都在努力地去适应和改变 但是永远都没有变的 就是她非常爱音乐的一颗心 所以你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徐佳寅马上5月8号 对不对 在香港要开演唱会了 往这里是参加《我是歌手》以来 第一次开演唱会 所以赶快我们约香港 香港5月8号见 我好想要在演唱会上跟大家大聊特聊 很轻松就是你的场子 5月8号 5月8号 记得赶快去买票啊 5月8号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 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 我多想找到你 亲碰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我会张开我双手 如红 wird你的脸 detail window 하세요 老心 됐 这些我是歌手 4月人 bourne eyelashes 沉黛 在你流泪之前 保管你的泪 是许嘉宁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我给我拿来一个 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 还有雪吗 就是许嘉宁 体出轨和精神出轨 更不能接受哪一个 对不对 精神出轨 前任结婚 要不要去参加婚宁 我会给她打个电话 就说谢谢你邀请 但是我这次没有空 下次再来好了 好